你讓我滾 梁文英怒標勞工滾出門 解釋曾佩茨拍戟這樣說 梁文英卓在臉書發表 一期直下把 婚紗造理的勞工化成大花貓 小孩女朋友 我昨天是真的有生氣 其實是我先睡午覺睡過頭 然後她就跑去打籃球 然後我就很期待 禮拜天結果起床 我就看不到人 所以我就就是 就是靈驚一動 想說來發洩一下 她一回來的時候 我就說你看 結果她就大笑了 她完全也沒有什麼反應 現在沒事 那是白板筆 就是純粹是用來 發揮創意 發洩心情用的 梁文英也自爆結婚前半年 不適應 竟然叫老公滾出家門 女人我滾 後來大概五分鐘 十分鐘我就後悔了 現在兩年左右吧 就是狀況有好很多 現在我就再也不敢 就是叫她滾 因為我怕我又要後悔 然後那個自責的心情 就是很討厭 我不喜歡 對自己愛的人說錯話 或是做出一些很懊悔的事情 那之前傳出在超級星光大道 要被陳佩茨排擠呢 我們應該已經被討論了十年了吧 畢竟以前是那個比賽的對台 但我們真的就是後悔 他們是一路以來 我真的不能被我們 管各自發展的朋友 我們基本上還沒出道前 就一次認識在比賽的那個階段 大家一開始是什麼樣子 保持到最後是我們一次 一起就要做的事情 不要騙 不要放棄 因為然後 分了一些努力 加油 好嗎